大概做了幾個練習 最重要就是利用台北市的 切到案件的相關開放資料 做一個統計 這個資料的連結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政府的開放平台 上面當然政府開放平台 裡面其實類似像這個資料 類似像台北市住宅切到的 點位資訊的資料 超過有6萬種 所以如果你假設想要練習別的 其實可以從開放平台裡面 可以取得很多練習的題目 然後上個禮拜的話 基本上我們就是做了幾個練習 包含就是說 先把資料給下載 因為它下載的資料提供的是CSV 因為這個CSV檔案的格式 基本上跟ECEL是 等於應該算相容吧 而且這個CSV的檔案格式 基本上當然 它的副檔名CSV 基本上這個C值是common 豆點 意思就是說它是用豆點分隔開來的文字檔案 特別注意它是個純文字檔 也就是說如果你假設要打開除了用ECEL之外 其實你也可以用計势本打開 基本打開的話它就一個一個豆點 那也就是這個資料裡面的話 當然我沒有一些打開它變一個表格 那因為它提供的資料 下載下來的資料 我們想要針對幾個問題去做一個分析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個分析的話 我們最簡單的方法可以利用樞紐分析表 OK 那因為樞紐分析表 我想要針對有三個問題得到答案 比如說到底歷年的切斷案件有沒有越來越多 所以我需要一個年的欄位 那各區呢 這個切斷案件的這個比例是多少 還有哪一條路 哪一條街哪一條道 它的這個切斷案件最多 那當然我會需要三個欄位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問三個問題好了 你可能這個三個欄位 也就是說你將來如果沒有 那你就沒有辦法做所謂的樞紐分析 所以在ECEL裡面一個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樞紐分析表 如果假設你要做樞紐分析表之前 你沒有這三個欄位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做三件事情 所以第一個我們需要知道說 歷年切斷的這個增加還減少 所以我利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得到的一個結果 有沒有它會先產生一個表格 那基本上這個表格的位置 它固定好像都會放在A3開始 向下延伸 那透過這個所謂的樞紐分析表格 我們可以再畫個圖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嘛 這個是第二個 有沒有有一個表格 再產生一個圖 就大概是這樣子 那特別至於它的順序 大概就是先有黏這個欄位 才會有1跟2 也就是如果你沒有黏那個欄位 很抱歉喔 你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直接拿這個 拿這個發生日期直接來用 當然不行啦 OK為什麼 因為它沒辦法辨識 到底這個日期 那你說老師那讓它自己去辨識 其實它裡面是有一個計算欄位的這個功能 但是我覺得不好用啦 OK 我反而建議你乾脆插入一個新的欄位 然後把你需要的資料把它提取過來 這樣我覺得比較省事啦 大概是這樣 順德分析表這些很多用途 那其實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有沒有 就可以把什麼 例年切到折線圖給畫出來 當然這個表格得到的 就是哪一年嘛對不對 那年的數量 當然你用眼睛看 就可以看得出來 不過如果畫個圖應該會更清楚 所以你會發現 左邊跟右邊哪個好辨識呢 哪個比較友善呢 有沒有當然啦 一般人看應該看右邊會比較直覺 有沒有有人說 沒有我喜歡看右 我看左邊看表 看數字 你給我一堆數字 應該沒有這種人吧 OK 老闆一定說 你可不可以畫個簡單一點的東西給我看 我不要看半天 我還不知道重點在哪裡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右邊做出來 其實應該比較不會被人家挑剔啦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個圖 直接放在那個PPT上面可以秀嘛 有沒有 直接很清楚一看就知道了 而且這個資料應該理論上是政府提供的嘛 我想應該也沒什麼好爭議的 所以第一個 這應該比較簡單 當然上個禮拜畫這個表格跟畫這個圖 那你會想說 那我們是用手動的方式來做 那有沒有辦法把它變成自動化 所謂的自動化就自動化 自動產生表格 自動產生這個圖 其實當然可以喔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喔 用QRGBT有沒有 我發現喔 好像似乎比我想預期的來的好一些 比如說我想說 可不可以幫我直接畫這個 例年切到的折線圖 那之前當然會想說 那我做了蠻多動作才有辦法 那我可以把這個敘述告訴QRGBT 請它幫我產生這個程式 後來發現喔 它真的可以喔 OK 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喔 如果要把它自動產生的話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有很多報表 那你是不是可以自動產生 自動化出圖來 那這樣的話其實就省掉很多力氣了 那你要做一些 做一些決策的時候 我覺得喔 你統計數字出來之後 我覺得你比較有信心一點點 甚至很快你可以做正確的決策 不會喔 每次光要做個決策都要用拆的 或者是說啦 除非你很資深 不然的話我說真的做決策真的很難 然後 還有再來的話呢 比如說到底哪一區 所以我們前面也有一區嘛 所以我跟各位講過一個因果關係 你一定要先有區 所以一樣喔 插入一個欄位 叫做區 那區的話 剛好地址裡面的位置 剛好 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剛好就是這個 所以其實這個工資還蠻簡單的 所以用MID 然後把位置給它 從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那就取得哪一區啦 OK 然後呢 再來我們就把這個所有的區裡面 有沒有 Ctrl向下 總共有3850個區 把它全部都統計數字出來 所以其實你說 到底樞紐分析表幫我做什麼呢 其實就是把3850筆資料 裡面是哪一區的數字 幫你加裝起來 有沒有 它其實就做這件事 所以一樣呢 插入一個樞紐分析表之後 不是這個圖 這一個 OK 然後呢 它就會幫我把中山區 總共有幾個的數量 幫我擺在它的右邊 有沒有 如果以前你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其實也挺麻煩的 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 你說老師 我可不可以不要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可不可以統計出這個數量 其實如果你要統計這個數量的話 可以 但是呢 你一定要會用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叫這個Countif 有沒有 操作函數裡面 有一個統計類裡面的一個函數叫Count Count 就是算數量 if的話就是條件 這個 這個Countif的話呢 就可以幫我算一下 就是如果那個範圍裡面 假如是中山區的有幾個 有沒有 所以如果 如果你不用那個什麼 你說老師 那可不可以我不要用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辦法做出結果 有啦 那你一定要會一個函數 叫做Countif Countif 也可以做出來 那只是說因為樞紐分析表 都已經這麼方便了 你應該沒事不會說 還要特別還要 自己弄個表格 然後再用Countif 我覺得如果有樞紐分析表 大概你就用樞紐分析表就可以 但是如果實在是沒有辦法 那你可以用Countif來統計 OK 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講 那個Countif 這個Countif 好像是太重要了 最後的話呢 一樣喔 就是在 插入那個什麼 圓形圖之後 最後其實這個地方有那個什麼 按右鍵有沒有 新增那個資料標籤 那圖搜文字 我講過 也可以用圖搜文字 但是舊版的話沒有圖搜文字 變成你就要自己去設定 至於那個設定的細節 我上禮拜有做過啦 所以如果假設 你上個禮拜有沒有 我講過如果你按右鍵有沒有 它新增資料標籤有兩個 下面這個功能是新的版本才有 舊的版本是沒有的 所以如果假設你新增資料標籤之後 沒有圖搜文字的話 那你就變成你只能用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怎麼改 我好像有做過啦 第一你要先點這個標籤 二的話按右鍵資料標籤 把它重新做格式設定 有沒有 我習慣從這邊按右鍵 把這個選項選到之後 它就可以讓你再去這一個頁面 其實主要就是可以透過這個頁面 做一些延伸性的設定 它也可以設定類似像圖搜文字 這是我覺得麻煩一點 因為新增資料標籤就解決了 但是如果你假設沒這個功能 因為不見得每一間公司 都會提供給你最新的版本 你有發現好像還是有同學說 他們公司都還是用舊版 那如果你只用舊版 那沒辦法 你只能用這個功能而已 OK 所以設定的方法的話 不外乎就怎麼樣 如果要跟圖搜文字很像的話 不外乎就是把上面是值 把這個值改成什麼 我記得好像改成它的什麼 類別名稱 然後看你要顯示它的數量 還是要它的百分比 如果你要百分比的話 那你可以把百分比打勾取消 也就是值 本來值 值就是它的數量 把它變成是 它的類別名稱 所以這個叫類別名稱 那還有它的百分比 OK 那另外呢 它的位置 如果你要調整的話 它的位置 叫做標籤位置 有沒有 那你可以把它設定在哪裡 一般是自動調整 你可以把它設定為 中點外側 有沒有 中點外側就比較像 那個圖搜文字的位置 中點內側的話 這個你可以自己調整 然後自中 自中 自中 好像位置怪怪的 不太OK 自動調整就變這樣 自動調整好像 所以這裡好像比較理想 應該是中點外側 以目前這樣 因為中點內側 它剛好放裡面 像這邊有些字會看不清楚 當然你做完 你可以再自己調整 只是會不要花時間 把它關掉 這樣就OK了 這個是 畫那個圓形 最後其實就是這個最難的 上禮拜其實最難的應該是這個 把路接到的資料取出來 那因為路接到的規則 哇真的麻煩 有沒有 廈門接這三個字 我要把它取出來 那你想說 那個廈門接很簡單嘛 當然如果你用土法鏈鋼 我看你應該3850筆喔 那它真的是會做到瘋掉 所以呢 我們最後是利用什麼 利用先取廈門接 所以我這個規則喔 你們如果回去可以自己試試看 主要是取前面這個字 跟這個字的位置 然後呢 再利用密的函數 把廈門接把它取出來 那因為前面這個字 可能會有三種可能 一個是區 一個是裡 有沒有 像萬寧接前面字就是裡 有沒有 所以它有可能有三種情況 一要不就是區 一要不就是裡 一要不就是裡 零的話是這個有沒有 中層路有沒有 它前面是零 所以有三種可能 那後面這個字的話 一樣有三個可能 就是路接到 有沒有 所以我們上禮拜主要是 把這個規則找出來之後 用fine函數 再利用密的函數呢 把它取出來 這個這個這個喔 有沒有 那公式的話我想上禮拜要講 這個我想細節 你們自己再回去複習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利用那什麼 本來這邊有一個篩選 把它取消清除拆選 把它取消清除拆選 它本來得到的 這個路接到 哇 這麼多 我把它Ctrl向下 Ctrl向下 就可以抓到最下面 最下面的話呢 它就是539 這麼多條路 有些還空白的 空白可能沒有抓到路 等於500多條 大家我不需要這麼多的話 最後我是取前面的10個 前面10個的話 就直篩選裡面 前10項就可以了 把前10項留下來 那得到的話 就是知道 原來喔 在那個台北市的切答案件裡面喔 哇 最多的喔 就是這10條路 所以如果假設啦 你們要買房或租房 我們盡量避開一些 可能比較會容易遭 自然不好的地方吧 那就是當然盡量就趨吉避凶 比較不會找 自己造成一些麻煩 OK 那這個上個禮拜啦 主要是針對這個範例喔 我想我是建議各位把這個練習完喔 或是你也可以再找其他相關的練習題 因為它這個開放資料上面 我覺得提供的還蠻完整的 下方其實有類似的啦 除了說住宅之外喔 還有像比如說你如果有開車喔 假設你車子停哪邊最容易失竊 有沒有 這個其實 還有呢 到底歷年的汽車切答案件有沒有增加或減少 還有像什麼 機車 如果你騎車的話 停哪裡最容易被拖 OK 這個有答案喔 OK 還有呢 自行車也是一樣 那另外還有搶奪啦 如果你走在哪個路街頭上 最容易被搶奪 哪一區最容易 這邊其實有答案啦 只是說這個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練習看看 那最後的話其實我們是把這個結果 把它再做成什麼 做成類似像那個 就是VBA的部分 所以呢 把它清除之後的話 並且把路街道的部分 把它執行 然後讓它最後結果 也可以顯示出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喔 奇怪怎麼沒顯示出來 我看到我知道了 這邊位置好像可能改了 因為我們之前的那個 有沒有 我是用數字 1 2 3 那因為現在又多一個了 所以喔 這個應該 它的 秀詞啦 要不就是你不要用順序 你直接把這個名稱 放在這邊來 但是因為這個名稱太長喔 所以一般習慣 我建議你是可以把它點兩下 Ctrl C 有沒有 把這個名稱複製之後 再切到這邊的這個 這個我習慣是按右鍵喔 把這個按鈕按右鍵喔 指定它的聚集再編輯 它就會把程式跳出來 然後把這個名稱指到它 但是記得喔 如果你是指到哪一個工作表的話喔 記得喔 前後一定要加雙以後 那如果第幾個的話不用 OK喔 那名稱貼上就可以 好 那這樣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剛剛那個bug應該是出在 因為我們之前好像是直接指第三個 但是它變成第四個就一定抓不到 OK 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就OK了 清除 這個是上個禮拜做的啦 那今天的話也許啦 我們可能再延伸 試試看如果說假設喔 我希望那個畫表格喔 還有畫圖喔 能夠自動完成的話 欸這個有沒有辦法 像我們之前這個畫這個圖 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分析裡面的 跟著一下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優標放這邊的喔 然後分析裡面這邊有樞紐分析圖 所以喔 如果你要插入這個圖的話 之前的做法是 優標先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找到上方的分析 裡面有一個叫樞紐分析圖 才可以畫出這個圖啦 欸那如果假設喔 我希望把這個動作喔 幫我把它自動完成 因為如果每一次都要在做 我覺得有點麻煩 浪費時間 我希望呢 可不可以幫我寫一個程式喔 那最好我們將來這旁邊多個按鈕吧 按下去自動圖產生 也許有一個按鈕按一下 自動圖就消失了 欸那這樣滿方便的喔 那要怎麼做喔 我想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部分 稍微複習一下喔 待會我們再延伸再來看喔 畫面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